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手相救 真有金角子龙啊 莫无忌也是道习抠冷气 楼阳蕴含金角子龙的血脉 他并不在意 有时候传承很难说 楼阳的祖先是金角子龙 或是机缘巧合得到了金角子龙的血液 那都说不准 但是金角子龙可是远古变异隆重 珍贵无比 成年的金角子龙血 以滴就是无价之暴 甚至是先帝都想得到 一条金角子龙和拥有金角子龙的血脉 那完全是两码事 因为金角子龙送了我一瓶龙血 我长时间用龙贤修炼 所以也蕴含了一丝金角子龙的血脉气息 我这才被沈蒙山抓来 沈蒙山将我抓来后 逼问住了那头幼龙所在 然后把那头幼龙也抓来 是我害了那头金角子龙 楼阳一口气说完 唐安轩在听到楼阳的话之后 顿时感觉脑袋一嗡 刚才他一心祈祷着 希望墨无忌不要灭掉宗门 居然一时忽略了金角子龙的事情 此时楼阳说出来 沈蒙山岂能置身事外 金角子龙 是我抓回来准备宁脸肉身所用 你就算将我沈蒙山灭了 到了仙界也有人收拾你 你猖狂不了多久 我领脸 等着你来 领脸早已回过神来 此刻一切后悔皆是无用 他索性另一声指着墨无忌喝道 说完这句后 领脸元神忽然散漫起来 看样子 他是想将事情全部楼到自己头上 墨无忌冷哼一声 接着就是一道雷狐轰过去 在他面前也想兵解元神 做梦 领连麒麟的残叫传来 跟着神魂俱灭 带路 墨无忌毫不犹豫的说 作为一个在仙界待过的人 墨无忌自然清楚金角子龙 这种龙 就算在仙界估计也要绝技了 在修真界居然有一头变异的金角子龙 他可没打算和盛蒙山一样吸走着金角子龙的精血 不过他很想问问 这头金角子龙是怎么来的 神蒙山 作为海翼大陆第一宗门 的确是有底级的 众人还没有靠近那巨大的灵随池 就感受到了极其浓郁的灵气 墨无忌也是心中感叹 当初他在修真界的时候 如果能在这灵随池中修炼 他哪里还需要四处寻找修炼资源呢 灵随池中的灵气 浓郁的凝聚成了肉眼可见的物技 一条才两丈不到的子龙 被四条锁链锁在了灵随池中 这头子龙头上的脚果然是金色的 看样子 这的确是一头金角子龙 子龙大哥 对不起 你救了我我还连累你 让你被石蒙山抓来 一道零碎时 楼阳就极其羞愧的说 他们不敢杀我 终究有一天 他们的纵门 会被我的父母碾压成渣 这只鸟似乎不简单 金角子龙和甩锅一样 不但不会说话 语气还十分高傲 他在最后发现墨无忌尖头的甩锅之时 惊疑了一声 哦 你知道这鸟的来历 墨无忌连忙问 甩锅也算是他的宠兽 到现在为止 他都不知道甩锅是什么来历 如果这头子龙知道 那他倒是要问问 子龙大哥 这位前辈是来救你的 楼阳知道金角子龙高傲 担心他得罪墨无忌 便赶紧说 不等金角子龙开口 墨无忌抬手虚抓 四条粗大的锁链和静置 直接崩溃 金角子龙黯然无恙 落在了临随池旁 导游好强 多谢导游救命之恩 这头金角子龙情伤倒是不低 一脱身 等时就对墨无忌含受感谢 离开这里再说吧 墨无忌知道 子龙这种神兽 传承肯定非同小可 他有很多事情要询问子龙 自然不想在此浪费什么时间 金角子龙叫了句等等 忽然转身对着灵随池一吸 一道浓郁的灵力 转化成了白脸 被金角子龙吸走 那鲜随池的灵气 明显淡薄起来 金角子龙并不罢休 又接连吸了几次 在唐安轩等人祈求的目光里 金角子龙将这灵随池中的灵气 硬生生吸走了大半 他这才住口说 可以走了 甩锅羡慕地看着金角子龙 可惜他没那么大的本事 如果他也行 大爷在这儿 哪里能轮到这头小子龙 在这儿吸什么灵气呢 莫无忌抬手一抓 深蒙山的护山大阵 像是纸壶的一样 直接被他抓开 最后莫无忌手一戴 跟在他身边的楼家三口 还有金角子龙 全部被卷走 瞬间便消失无踪 见莫无忌离去 唐安轩第一时间就说 赶紧告诉仙剑 有人毁了我室蒙山 可是现在连令氏书都陨落 我们没有能力沟通仙界 行风下意识地说 就算开启寄协大阵 也要将这件事传到仙界 否则我室蒙山距离灭亡 已经不远 无论此人是谁 敢欺负到我室蒙山 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 唐安轩咬牙切齿 十几个呼吸之后 莫无忌在一座 飓风之顶停了下来 楼傅驰夫妇和楼阳 落在了他的身边 那头紫角金龙一落下来 立刻惊异地说 朋友 你不是仙真姐的秀师 你是仙姐来的吗 见识果然多 莫无忌点了点头 不错 等会儿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楼傅驰夫妇十分知机 他们知道莫无忌 找金角子龙是有事情 立即感谢了莫无忌的救命之恩 同时提出了告辞 莫无忌则拿出了一艘飞船 递给了楼傅驰 这是一艘二品仙气飞船 送予你了 徐林一声惊叫 就算是蒙山 仙气也是镇宗之宝 主要是因为仙界的仙气 很难被带回修真界来 楼傅只听到是二品仙气 心中也是一惊 赶紧推辞 前辈 这太贵重了 我不敢收 前辈救命之恩都没有偿还 我们怎敢收前辈的东西 莫无忌笑着摆了摆手 这对我来说 这对我来说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你们还是收下吧 万一是蒙山的人有什么坏心思 你们也有个逃跑的手段不是 救人救到底 何况这二品仙气 对莫无忌来说还真是什么都不算 他自己的法宝可都是七品飞缩了 想到莫无忌惊天动地的手段 楼傅驰也明白莫无忌说的是真话 他也知道 他们一家无法给莫无忌什么 赶紧赶歇后 带着屈灵和楼阳迅速远去 我叫莫无忌 等楼家三口离开之后 莫无忌才抱拳说 这头金角子龙 现在的实力虽远不如他 但是每一头金角子龙都是逆天的存在 将来必定是雄霸一方的强者 莫无忌不想和这种强者闹得不愉快 况且他对金角子龙本就有救命之恩 我叫燕丽 再次感谢朋友相救之恩 金角子龙也极为客气地说 说完之后 更将身体一盘直接坐在了一块巨石上 龙族不都是熬性吗 莫无忌疑惑地说 燕丽说 我金角子龙一族都是言行 偶行算什么 莫无忌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脚脚 也懒得去询问 索性开门见山 据我所知 金角子龙一般不存在于修真戒 即便是仙戒也计少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燕丽并没有直接回答莫无忌的问题 而是反问说 莫道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 道友应该是来自仙戒吧 想要询问如何回去 莫无忌一抱拳 语气颇有些激动 正是 我不小心离开了仙戒 然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还要请问一下燕道友 可否知道如何返回 燕丽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上下打量了一番莫无忌 莫道友 难道不打算 喝我的血 或是放我一些血吗 莫无忌哈哈一笑 你以为人人都和是蒙山一样吗 我救你只是顺手而为 不要说你才是一头幼年的变异神兽 就算你是开天辟地的成年神兽 我也没打算喝你的血 莫道友此话当真 燕丽一下从巨石上跃下来 自然是真 我莫无忌还不至于欺骗你 好 莫大哥 你这朋友我叫了 我还真知道如何进入仙戒 而且不止一条路 燕丽兴奋的说 他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不济于他的精血 快说来听听 莫无忌更加热切地说 他能感觉到 自己在修真界流浪的日子 即将到头了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